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我前两天跟您说了,我现在啊,没在原来咱们路易的那个工作室 现在呢,在外地,七儿团圆嘛,这本来是好事 可是倒霉就倒霉在啊,这旧小区改造 哎,这门口啊,这又挖沟又铺砖的 这窗户外头啊,盯着光浪的,时常是一通乱想 你要是听见什么怪音啊,还请您见谅 今儿啊,尤其特殊,外边砸汤呢 这刚我看了一会儿啊,比较有意思 哎,这干一天了,从早上起来到现在 现在已然是下午三点多了 本来咱们这,这段故事啊,这应该早上起来就录 一直拖到现在,我看他也没有停的意思 干脆啊,咱们就把这个降噪开的高一点,继续录得了 好在呢,书馆的老听户啊,他都有个原谅 今儿咱要聊什么呢,哎,前两天我跟您说了 咱们要聊一聊啊,这藏传佛教的故事 有这么个名词啊,就血域佛国 这就能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藏传佛教 在西藏啊,那基本就是普世价值 人人都信佛 但是这是为什么,这藏传佛教 又是如何进入西藏,如何发展的 哎,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那有人说,就这点知识你还考我们呢 这初中的知识 你初中的时候没背过这么一首诗吗 而且这首诗啊,不是语文课上背 是历史课上背 叫做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了各种粮食 3800种 给吐蕃的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各种手艺的工匠 5500人 给吐蕃的工业打开了发展之门 从汉族地区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了各种牲畜 共5500种,使西藏的乳酪油酥 从此年年丰收 那会儿呢,初中老师就讲了 这佛教啊,是文成公主 传进的西藏 哎,其实这个呀,我也背过 咱们这个细致点说呢 这不是诗 这是藏族人民为了纪念文成公主 对这个汉藏友谊啊 以及这个对藏地经济发展的帮助 所写的诗歌 咱们念起来呢,这个口气平平 实际上人家藏族的朋友是要吟唱的 那得嘞,咱这故事啊 就从文成公主开始聊起 咱们都知道啊 这文成公主是一位和亲的公主 跟谁和亲呢 跟吐蕃,也就是现在的西藏 那具体是什么人呢 吐蕃王朝的建立者 吐蕃的第三十三任赞谱 名字叫做松赞干部 咱们汉族史料 新唐书啊,对这些事情啊 都有记载 是这松赞干部啊,派史臣向大唐来求和亲 当年这松赞干部是二十五 这文成公主啊,是十八 那这会儿是什么年间啊 是大唐的征官年间 征官八年左右 太宗的时候 这吐蕃呀,就向那个大唐提出和亲 太宗皇得不乐意 为什么,那吐蕃呀,没听说过 哎,您这地儿也远 人也不够横 这大唐是和亲 跟谁和亲呢 哎,你比如说吧 那混蛋不讲理的多了 什么突厥呀 土欲魂呢 这大唐啊 哎,为了这个西域的和平都得苟着点 所以呢 跟他们和亲 那这使者呀 只能呲呲呲呲呲的又回到了吐蕃 跟自己这王这赞谱 松赞干部说了 人家大唐不乐意 这松赞干部说为什么不乐意 这使者说 我到那一看呢 这土欲魂的使者呀 哎,正在大唐呢 我想保不齐呀 他们跟这个大唐天子说什么了 所以人家大唐天子不乐意 那松赞干部一听就急了 那得 那咱们先抽他 于是这带兵啊 就把这个土欲魂的党相啊 白蓝枪啊 挨个打了一辫 一呢 是告诉这土欲魂 下回啊 别嘴欠 这二呢 也是向大唐啊 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 这么一来呀 这大唐才同意把一位公主嫁给他 嫁谁呀 嫁谁呀 反正不能嫁自个儿的亲闺女 皇上这么琢磨的 于是就在宗室当中 选出了一位女孩 册封为了文成公主 然后嫁到吐蕃 只可惜呀 这么有分量的一位公主 文成公主 在大唐的史料当中啊 竟然没留见名字 至于是哪位宗室的女儿呢 我们也只能是猜测 大概其一啊 是江都郡王李道宗的女儿 原因呢 有二 其一呢 就是因为这个文成公主啊 她出生在任城 也就是现在的己宁 哎 这李道宗啊 就做过任城王 还有一点呢 就是文成公主出嫁 那是在贞观十五年 那一年啊 那是六百四十一年 正月十五从大唐的都城长安出发 哎 护送这文成公主进葬的 就是当时的江夏王李道宗 哎 爸爸送女儿出嫁 这件事也很正常 那走多长时间呢 他这一走啊 就是走三年 宋赞干部在吐蕃一听啊 和亲成了 公主来了 那赶紧率着文武群臣呢 去接去吧 到哪去接呢 到白海 现在啊 属于是这个青海省的马多县境内 到这之后啊 哎 这宋赞干部就见到了文成公主 和这个大唐的宋亲王爷李道宗 哎 行了这个子去之礼 大唐啊 对宋赞干部进行了册封 然后啊 就一同回到了罗歇 哎 哪啊 就是现在的拉萨 并且在拉萨呀 给这个文成公主就修建了寝宫 那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谁高兴啊 哎 宋赞干部高兴啊 那文成公主高兴吗 不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发现接他来的 根本就不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少年 而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咱们这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宋赞干部当年二十五 正值青年 可人家藏族史料不是那么说的 说这个宋赞干部啊 哎 死那年啊 八十多岁 也有史料记载 说死那年七十多岁 文成公主跟宋赞干部一共生活了九年 反正你一减就知道 而且咱们这么说 在这个宋赞干部年龄这个问题上啊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藏族史料 虽然呢 这个旧堂书上说 这宋赞干部啊 性格慷慨 而且呀 骁勇有武略 但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年 就能够领兵把周围的一些国家 例如什么这个 森波 藏波 尼亚尼达布 以及啊 什么象熊 酥皮 等等等等吧 周边国家一律收服啊 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是做不到的 那传说他是十三岁继位 到了二十五岁迎娶这个文成公主的时候 这些事都干完了 可能性不大 时间上 精力上 能力上都不大可能 所以说的是个老头子 我是相信的 那么这文成公主都给藏地带来了什么嫁妆呢 咱们刚才啊 念的那个诗里边所说的那些东西啊 不算 还有其他的和咱们今天的主题贴提的 那就是啊 有经书经典三百卷 还有一尊十家模拟 十二岁的等身像 松赞干部啊 还专门的修建了小招寺来供养这尊佛像 哎 有人就说 这就是佛法出传到了西藏 那是这样 不是 哎 您想想啊 小招寺有小的比前面有大 在这个兴建小招寺之前呢 这拉萨本地啊 他还有个大招寺 这大招寺里也供着一尊呢 十家模拟的等身像 是八岁等身像 从哪来的呀 尼泊尔也是一位公主带来的 这位公主啊 叫尺尊公主 实际上呢 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 这松赞干部啊 已经娶了一位尼泊尔的公主了 有的文献里说呀 这位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啊 是松赞干部的大妃 而这文成公主呢 是小妃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啊 这文成公主确实是小妃 可是这尺尊公主就是大妃吗 也不然 因为在尺尊公主前面啊 这松赞干部也有媳妇 据这个西藏的这文史书籍啊 叫做贤者喜宴所记载啊 松赞干部一共有五个赞盟 赞盟啊 即是妃子的意思 都是谁呢 从尼泊尔来的尺尊公主 从这个大唐来的文成公主 从这个项雄国来的里特曼 这个还是位长公主 为什么呢 她是国王的妹妹 还有一位啊 是从这尼泊国来的贾墨尊公主 那这尼泊国是哪儿的 这尼泊国呀 您也熟 就是党相啊 后来的西夏国 还有一位啊 就是藏族 本地的一位贵族女孩 叫做盲妃池江 松赞干部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共日共赞 就是这位盲妃所生 有始料说呀 这位来自尼泊尔的池尊公主 是这松赞干部的大妃 可是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 这位呀 本地的贵族女孩 盲妃池江 才是这个松赞干部的大妃 其他的这些公主啊 全是小妃 那既然这么算起来 既有这尺尊公主的八岁 等身相供在大昭寺 又有这个文成公主的 十二岁 释迦牟尼等身相 供在小昭寺 那么开始传法吧 一场佛教大戏 是不是就会轰轰烈烈的 在这雪域高原上演了呢 哪那么容易呀 咱就说呀 兴建这两座寺院的时候 怪事贫出啊 白天兴建寺院的时候 还好好的 一到了晚上 这两个寺院的工地呀 就会传出鬼哭狼嚎之声 明明这大殿呢 已经上凉了 可是第二天再一看呢 哎 已然倒塌了 还得重新搭架子 掉领条 这两座寺院 好不容易建起来之后 这佛教在西藏本地呀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原因呢 有两个 其一呢 这两座寺院 无非也就是 这两位公主的私人佛堂 这公主呢 在这里边啊 礼礼佛呀 念念经啊 这寺院当中啊 是既无僧 也无泥 甚至啊 连本正经的经书都没有 那这种寺院 怎么能起到 传法的作用呢 再者呢 传法 佛教传播 哪那么容易呀 人家土拨地方啊 有本土宗教 叫做本教 这本教啊 并不神秘 因为到现在呀 这本教啊 还是存在的 那么说那会儿的本教是什么呢 那会儿的本教啊 就像那个满族啊 猛族啊 那萨满教 不过呢 他比那些原始萨满教啊 要先进一点 他已经有这个人神崇拜了 不像那个萨满教的 纯是自然崇拜 但是呢 在本教的这个原始信仰当中啊 也崇拜日月星辰 山川草木 各个地方部落呀 还有各个地方部落的神 那宗教活动呢 那无非就是祭祀啊 占卜啊 祭天啊 等等等等 都由这个巫师来控制 后来这本教很多东西啊 都被个藏传佛教所吸纳 为什么这个佛教要吸纳他呢 哎 咱们以后的书里边啊 还会详细的给您解释 总之啊 咱们刚才所说的 这两位公主呢 都被赞卜取得了吐蕃 并且又都是佛教徒 但是这佛教在吐蕃并没有发展的原因 就是因为本教的压制 那您以为谁会在工地上 夜里边制造出鬼哭狼嚎呢 那谁又会趁着夜幕之下 把已经建好的寺院拆除呢 那肯定都是本教的人干的 不但是本教的僧侣 巫师 祭司 基本上啊 当时吐蕃的所有贵族 也是信本教的 如果呢 您没有信仰 或者您不信仰佛教 或者您信仰佛教 咱们都得承认 信仰没有高低之分 但是宗教呢 在我心里啊 它是有档次的 您比如说萨满教吧 自然崇拜 见着一棵大树 我就磕头 哎 你就觉得呀 这个树的精灵啊 能保佑你 我觉得呀 多少的有点迷信 然后呢 人神崇拜 什么耶稣啊 太上老君呢 佛陀呀 等等等等 这些呀 就高级一点了 因为这些教祖们啊 他们对这个信仲而言 都有贡献 所以说您才信奉他 那再高级一点呢 就是信奉的是法 那什么是法呢 哎 古兰经就是法 道德经也是法 圣经也是法 佛经也是法 那谁的法最多呢 那不用问 那肯定是佛教 您不信您到雍和宫看看去 那可天处地高的大柜里边装的干猪耳和单猪耳 那全是法 显然这佛法比其他的宗教的法要多 要详细 要细致 虽然我不是佛教徒 但是显然呢 这佛教看起来呀 这档次在这方面是要略高一些的 那今天咱们故事的主题呢 就是这样 那无非呀 就是文成公主也好 这尺寸公主也罢 这二位公主都信佛 都架子了吐蕃 但是并没给这个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带来帮助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教当时控制这一个地区 那么这两位公主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知道啊 这迎娶过文成公主以后 九年松赞干部就去世了 这公主啊 又在西藏生活了三十一年 生活的很不好 都不能生活在拉萨 只能回到了这个松赞干部的出生地 山南地区 后来呢 因为得了疾病 据说呀 是黑豆的一种病症 公主呢 就轰事了 我不敢说公主就死于天花 很多这个补主啊 张嘴就说 公主我是死于天花 我看了看这公主的病症啊 不像 书上既然说是黑豆 我们就信呢 是黑豆吧 这文成公主身上啊 还有一件很神秘的事 就是西藏十二镇魔图 关于这幅镇魔图啊 有两种说法 一好一坏 哎 好的说法呢 说这文成公主啊 她精同堪余之术 也就是啊 这个懂风水会占卜 她觉得吐蕃这地形啊 就是一个仰卧的罗刹女 也叫这罗刹女晒师徒 风水不好 于是啊 就在这个罗刹女的关节 心脏等部妹 建了十二座寺庙 镇压这个罗刹女 从此之后 这吐蕃呀 风水大好 那不好的说法呢 来自于这个朗巴马 灭佛时期 当时这吐蕃的大丞相啊 伟贾多热 他是主张灭佛的 他就污蔑着文成公主啊 就是罗刹女 在吐蕃的土地上 建立十二座庙宇 就是为了压制住吐蕃的风水 有兴唐灭土之意 实际上这是扯淡 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刚才咱们也说了 在松藏干部的眼皮的底下 想建两座寺院都是那么的难 这本教都从中缴获捣乱 那怎么能在这吐蕃各地 一下子建起十二座寺院呢 那实际上呢 这堪于之术 兴取于汉唐 那是后人脱尾 这后来的风水师啊 为了把这个风水术啊 往前无限拔钩 他们才编出 风水术啊 从汉唐乃至先秦时期就兴起了 实际上这堪于之术 有了根本理论 是在宋代以后 大发展时期啊 确实在明清 所以作为出唐的公主 这文称公主 她哪会这些去 好 这唐太宗 把这么大的一个任务 就托付给一个 十八岁的宗室小姑娘 这也太儿戏了 您要有兴趣听呢 您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啊 挑出一集来 翻外篇咱们八十八十这个西藏镇魔徒 咱们把各种的民间说法都聊聊 不过您也别当真 那故事的最后 咱们要再说说 那位耻尊公主呢 实际上这位耻尊公主啊 真正有没有这个人都两说 你说没有这个人吗 那小昭寺确实供奉着一尊 释迦摩尼的八岁等身相 特殊历史时期 就是那个十年动漫时期 这尊佛像啊被抠眼解体 后来还是在实事班禅大师的主持下 用金水修复了这尊佛像 那没有耻尊公主的话 那这尊佛像是哪来的呀 那么说就真有这耻尊公主吗 新旧唐书啊 就更别说了 根本没有记载 拉萨本土的这个文献呢 在松赞干部一时期 所有文献对尊尊公主都没有记载 那么这个公主是从天上凭空来的吗 那肯定不是 对于他的记载呀 都是五六百年以后的西藏文献 那这就令人怀疑了 很有可能是后世的大喇嘛 为了平衡着佛教啊 在这个西藏出现的出处 所以才捏造了这么一位公主的身在 宗上所述是文成公主 乃至是尺宗公主吧 把这个佛教带入西藏的可能性啊 就没了 那么又是谁点燃了 佛教在西藏的这个火种呢 哎 就在文成公主 嫁入西藏的69年以后 景龙四年 那年是公元710年 正月27日 又一位大堂的公主 就嫁进了吐蕃 不但如此 还点燃了佛教在西藏传播的星星之火 精彩回幕就在下一集 这金城公主 进葬 好了 这顿也有点复杂的 还是要拒绝了 水 在这架子里 我建立了 这一名一名 我建立了 嚇到 这位 我建立的 我建立的 我建立了 我建立了 那一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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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